请问一下主委 请问主委 主委今天这个我们15条的修正啊 基本上我也是支持的啦 因为本时也有提出类似的修法 主要就是因为之前所引起的台北市高雄市的这个争议嘛 那未来五都升格以后呢 合并以后呢可能会有类似的问题 对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想这个时候修法 使得这些过去的历史工业可以得以解决 所以我想基本上本席是支持这个修法的方向 谢谢委员 那同时我想跟主委交换一下意见 是15条之后的16条 因为本席也有提出修正案 那就是因为根据我们的这个劳保条例里头的规定 就是劳工保险的保险费 一旦一斤缴纳的话 该不退还 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例外了 通通都不退还 但是有一个状况就是说 因为被保险人他丧失了劳保资格之后 那他会在国民年金保险资格这个部分会被追溯 就是说他必须另外缴纳国民年金的保险的保费 所以很多引起很多的民怨 经常就说好像一只牛被剥两层皮 所以他之前已经缴过劳保费了 可是因为他上市的劳保资格 所以他必须要去缴纳这个国民年金保险费这个部分 我不知道老委会这边是不是可以就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来进行一个研议 请叫下老委会 对 各位报告 委员提的这个方向其实我们有在思考 那我们有另外一个劳保条例的第十七条 十七条的一个修正草案 跟委员所考虑的这个问题的方向 基本上有一些一致 就是说真例的说 如果不是出于这种 巧取保险给付的意思 他去异缴了 对不对 然后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如果五年内 他能够提出一个退还的请求的话 我们会退还 OK好 所以你们是修在十七条 对那我们这个案子 已经在立法院 已经在审议当中 OK 也就是非年金版本的 劳保条例的修正案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条文 好那我去找来看一下 那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 要修正就业服务法的一个部分 那里面有提到说 未来修改了以后 雇主如果没有替外籍的劳工投保 或者是基欠外籍劳工薪资的话 那外籍劳工只要提出证明 可以主动提出自由转换雇主的申请 那我第一个问题是说 请问一下主委 要由外籍劳工来负责举证 这个会不会很困难 因为很多外籍劳工 他们根本他们的很多的身份资料 是被扣的基本的薪资单什么 就是通通东西都不在他那里啦 那这个要他们负责举证 会不会有实际上的困难 跟我的报告就说 我们也会协助他去收证 因为你要做一个行政的处理 然后让他可以去自由转换雇主 总是要有一些室友 那我们现在以前的室友比较严格 那现在室友已经把它慢慢打开 慢慢放宽 总是要有一些室友 那这些室友有或者没有 总是要来做判断 总是要来做判断 那我们会去协助我们的外籍劳工朋友去收证 但是总是要有一些室友存在 那这室友有或没有 一定要去判断嘛 一定要去判断 那总是要有证据来支撑这个室友的存在 这个我要接下来问的另外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在于说 这个劳委会过去原本的规划 不是要全面的放宽外劳 自由的转换雇主吗 那现在为什么这个政策有一个这么大的转变 就是说变成是放宽 有条件的放宽 而不是就是全面开放 跟我们报告 我们现在目前进行的是逐步 逐步再做一些放宽 那为什么这样的理由是 其实国外跟国内还是不太一样 你在国内这个市场里面 基本上本来劳动力就是自由移动的 可是国外他进来 他之所以进来是因为有一个雇主他缺工 然后经过一定的流程 然后请这个人进来 他是为了这个特定的雇主而进到台湾里面来 所以你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就对了 目前 幻扩打的就对了 目前的制度是这样 所以你要让他可以完全在台湾的劳动市场里面 可以这样流动的时候 即便对外劳本身他都会有一个困难 因为你让他可以自由转换 他必须要找到新的雇主啊 他才可以留下来 当然 所以他没有办法向台湾本国完全可以自由移动 那我的意思是说 他如果只要能够找到新的雇主 就让他可以转换不就好了吗 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就是这个其实就叫做全面放宽了嘛 那你们现在是必须要有重新做医疗评估啊 等等相关的一些条件 还有包括像刚刚讲的 就是说他在自由转换雇主的时候 他必须证明 我刚刚问的 就是说他必须证明说原本的雇主啊 有相关的问题啊等等的 才能够提出自由转换雇主的申请 是 对 就某种程度有非诚于他的室友 我的意思是说这是有两个层面的问题 就是说我回到刚刚我问那个问题 就说如果他没有帮他投保 他积欠薪资等等 那表示这个外劳跟他原有的雇主 就有争议了嘛 是 对不对 所以他可能就要告他原本的雇主 或者是相关的诉讼是行政上面的争议 必须解决他们这个薪资跟权益义务关系嘛 是吧 是 那这个部分如同刚刚主委你说的 的确这要有很清楚的一个证明市政嘛 否则的话这个没有办法解决相关的争议 但是我现在指的不是这个部分哦 我现在指的是说 那所以外劳他就不想要待在这公司了嘛 因为这个老板对他们很苛刻很不好嘛 对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要提出 他要转换雇主的申请 而不是他要跟原本的雇主要求他的权益 你懂我的意思 这个要 对我定型的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他要转换雇主的申请应该比较宽松嘛 是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他可以转换 不是所以他现在是要 他外劳要证明啊 我现在的意思是说 他现在提出自由转换雇主的申请 都还要证明嘛 都还要证明说我原 所以 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的问题就是说 今天他如果遇到了一个雇主扣他的钱 他要跟他要这个钱 我同意在法律上面他应该要证明 这个部分要比较严格 就是说比较严格的要求 但是他同时希望自由转换雇主的这个部分 应该可以不需要这么严格嘛 法律的要求跟条件应该可以不需要这么严格嘛 这两个支签 这两个比例是不一样的嘛 对不对 那我不要在这边做了嘛 是不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自由转换雇主的申请上面的这个条件 我觉得还是太过严苛啦 那你现在意思就是说 今天因为有这个扩大的问题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唯一的条件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他要找到新的雇主就好了嘛 因为这就两厢情愿啊 如果相关的条件都符合 为什么还要这么多重重的关卡呢 根本报告 其实他们在讨论的过程里面 我也问过我们同仁 就说因为他们在开会的时候不在场 我问过我们同仁说 基本上像外劳政策的部分 我们都会提外劳政策资讯小数 然后劳自学这四方来讨论这个议题 然后大家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点来做处理 那您刚刚所提到 为什么不能完全打开 那我刚跟您回答就说 它的确是一个罗伯一个坑进到台湾来的 所以这个我不反对啊 跟本国人的同样的 我不是说他就哇 自由在这边都可以找工作了 对不对 譬如说他就不能来当我们立法委员的助理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可是就这个case来讲 你不觉得这个 我理解您的问题 这个有点不太合理吗 有点太过严苛了吗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举证的部分 就说譬如说雇主没有帮他投劳保 有这样的事实 嗯 发现有这样的事实 也不用再举什么证 就是发现有这样的事实 这个事实是存在的 是 那我们就会让他可以 可以去转换雇主 是 对这里就没有 因为如果有这样的事实存在的时候 不管是呃 劳工本身去说有这样的事实 还是我们自己去查发现有这样的事实 只要这个事实存在 嗯 那他就可以 所以这很容易 你觉得调查非常的容易就对了 没有投保 投保没有投保这个比较容易 因为比较保局的 对啦这个比较 这个比较容易 那积签薪资呢 对那那积签薪资的确是会有那个那个那个 给 有没有给他钱的时候 我们现在目前的规定里面是要让他签嘛 是 要让他签 所以如果没有给到 所以我其实刚刚咨询的这个用意就是说 我们在做这个相关的规范的时候 不要只考虑到官僚的方便跟立场啦 还是要考虑到外劳他们的处境 那他如果是自由转换雇主 而这个雇主他本身就是可以申请外劳 他也有扩打出来 那基本上不要有太多其他的限制跟条件 我懂你的意思啦 我也理解你的意思 这个部分我是不是请局长跟你回答 好 那个当初的讨论的过程 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大概外劳转换大概有三种类型 第一个就是三方合一 其实刚刚委员大概也提到 就是如果三方已经讲好了 实际上从97年到现在 我们成功转换的外劳 均有超过十万人了 所以实际上这个总案外劳 大部分的都可以被满足了 那第二种情况是雇主很明显的 违缓的 很这个严重 清洁严重 按照救护法 我们就不经雇主的同意 我们就直接撤销他的聘雇许可 就把它转换 这是第二种的样态 那第三种的样态 可能刚刚委员所关切 就是说他的违缓的清洁 还没有那么严重 是有 但是还没有那么严重 那这个时候也不是三方合一 这种情况呢 我们在上次就召开会议 那各方当然有意见的表示 那雇主也是担心说 如果完全的 没有任何的一个限制的话呢 恐怕也会造成 大众市场的不稳定 所以大致上 双方有达成这样的共识 就说我们地方主管机关 会来介入 然后呢 由刚刚主委所提到的 一些这样的条件 经过主管机关的一个了解 认知调查以后 我了解 我听得懂 但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雇主喔 他如果工作环境稳定 我相信也没有 今天台湾就说 哇出现哪一个工厂 或哪个老板 他的条件特别优渥 所有的外劳都要往那边挤啦 是不是 你今天雇主说 这个劳动市场不稳定 他如果不要剥削人家 他如果不要占人家便宜 他如果不要虐待人家 他的劳动 他的劳动力会很稳定啦 没错 他的劳动力不稳定 他们自己有时候 大部分是自己要检讨啦 所以我觉得就这个部分 你们应该要比较审慎的去做一些评量啦 那对于这个雇主的部分 因为这种问题 就是层出不求 你们也查不生查 所以就这个东西 如果说外劳 因为这个雇主实在是很糟糕 他要换的话 那对雇主来讲 他也会有比较警惕的作用啊 他今天不是买一批奴隶来啊 台湾有些雇主心态上面 就是说还停留在18世纪嘛 他觉得我就是买了一批奴隶来啊 你们这些人在外面 对不对 在海外非清非故的 然后把你关起来 你们要怎么样 我爱怎么做 你们就应该要怎么做 还有这种观念啊 所以说我觉得 他一定会觉得说 哇那我这样就请台湾人就好 干嘛请你们 他的观念有问题嘛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 我想是不是在这里 也特别提出来 好谢谢 那我想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 现在台湾的年轻人的失业率 相当的偏高 因为我们全国的失业率 在这个主委的努力之下 有很快速的下降 那但是15岁到24岁的 这个年轻人的失业率 却高达12.27% 是等于是全国失业率的 接近三倍 那为什么这个年龄层的 新年的族群的失业率会这么高 各位报告 历年来这个族群都是最高的 理由就是摩擦性失业 所以摩擦性失业 我想我们做了一个调查 大概发现几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求职的经验 他出来的时候他在摸索 他会一直换 他会找到一个他喜欢的 最后就会定下来 所以这段期间 他本来就会有一个摩擦性的失业 另外一个部分是 学校的教育跟职场的衔接 到底有没有学以致用 还是学非所用 然后他对将来的志趣的部分 对将来就业的那个准备的部分 其实基本上 的确是 那这个百分之他会比一般失业率偏高 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是百分之十二点二七会不会过高 跟委员报告 这有在正常的范围内吗 应该说 向来他的大概都是十一二十三十四左右 这个数字都会出现 长年来都是如此吗 历年来都是如此 历年来都是如此 那当然金融海啸的关系 整个失业率提高 青年的失业率也提高了 但是我发现他在下降的速度的部分 他其实比一般的人的下降速度要稍微快一点点 因为他还是职场上面的优势者 我们主委非常迷人的看着我 我们的主席非常迷人的看着我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非常不好意思 那这个问题